首先的话,上礼拜大概我们主要是讲到从104题 104题原面机计算,里面的话当然会引用一个叫Mass的一个模组 特别注意,以后的话题目有讲到用哪一个模组 你可能就要把它引用进来 那引用的方法其实蛮简单的 当然就是Input 然后后面加一个Mass 一定要写在第一行 Input一定要写第一行 你不能写在下面 通常是写在最上面 然后里面的话要需要一个π圆周率 所以你就Mass点π 它就取得Mass这个模组里面的一个属性 叫做点π的资料 这个资料它会自动去抓取 那个圆周率比较精确的 你就不用去 伺倍说那个圆周率到底是多少 其他的话还有像那个106 公里转运里 它就有三个参数 xyz x的话指的是几分钟 y指的是几秒钟 z的话呢 它是几m 几英里哦 所以它会给三个参数 所以你就x等于Input 然后把它转型 yz 然后进来之后的话呢 因为我要算出时数的话 那记得就是 要把那个什么 z的话应该是公里 要把z的话要先变英里 所以要除以1.6 这是规则嘛 因为公里跟英里之间的关系 这是要除以1.6就变英里了 那因为它是要英里 然后再除以小时 所以输入假设是分钟的话 你必须把它除以60变成小时 那秒的话变成除以60 再除以60 应该先变成分 再变成小时 OK 应该可以记得这个公式吧 所以以后的话 假设考试 基本上就是很快 它题目给你了 其实甚至 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也没什么在看题目了 因为其实理论上 这题目已经给你了 所以意思就是 你先把题目看清楚 那主要是你考场的时候 你就看 大家很直觉的 马上看到这个题目 马上就开始看到 然后这程式就打完了 然后再把它执行 确定OK 你就可以上传 那再来的话 就是那个108 那个坐标 两点之间 大概一个x 一点跟第二点之间的距离 OK 那我们就套用它里面 有个叫欧式定律 然后就可以把那个 反正就是怎么样把python 你给规则 它就把我们公式套进来 那把结果给写出来 就是它要的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正N边形 怎么去计算 那最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第二类呢 是跟这个逻辑判断有关 一幅的部分 所以上个礼拜呢 倍数的判断 是不是三跟五的倍数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可能要判断 总共有四种可能 一个是 它是三 而且是五 所以中间 最重要的那个运算值 就百分比 有没有 还记得吧 百分比的话是 除以多少的余数 有没有 比如说 X 好了 百分比 三 如果余数等于 等于 等于零的话 那表示说 能够被三整出 而且 能够被五整出 那它就是三跟五的倍数了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三的倍数 不是五的倍数 或者是三 五的倍数 另外的话呢 除 不是三 也不是五的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逻辑 那你要很快可以把这个逻辑给写出来 那其实题目不困难啊 只是说呢 要考你熟练度而已啦 也就是你题目马上给你 你要马上反应 怎么样把层次快速写出来 大概 所以我觉得它主要的用意在这里 它并不是说 今天 刻意是要很难的题目让你 在考场思考 这考试基本上不是 它是希望说你练熟了再来考 那大概是这样 然后今天的话呢 其实也是跟那个 二零二题蛮类似的 那所以 今天的话 接下来看那个二零四 算数运算 OK 那算数运算的话 当然 里面它有提到就是说呢 总共呢 就是有加减乘除 然后呢 除除 除除就没有 没有那个小数点的 然后一个百分比 就是求余数 那这些运算值呢 要把它带进来 所以特别注意 它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 输入范例 30 第二个20 第三个乘号 最后结果是600 那你可以理解了 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什么 乘上20 所以哦 运算值放最下面 那前面是 一般叫什么 前面是乘数 后面叫倍乘数 然后一个 乘积嘛 一个 我们要运算的 一个运算值 那结果的话 就是 600 那当然 如果可以把乘号改成除的话 那除完之后也是一样 会有30除以20的结果了 然后加也可以了 30加20 那所以呢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当然呢 我们有必要就是让它输入三个东西 所以说特别是有三个东西的话 也许是 那你可以xy也可以了 反正这个变数自己可以取一下 第一个叫x等于输入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 那特别注意就是 输入第一个值跟第二个值一定是整数 或者有小数点 这题目好像没有特别强调 一定要是整数 所以我们一样 用那个什么 用 EV L 那个函数 然后呢 特别注意哦 最后的这个 因为它不是数字 所以记得不要再把它转成数字 也就是外面不要再包EVO 如果包EVO反而错 因为它是个文字哦 OK 所以只有前面两个要转型 后面这个就不用了 OK 所以一二三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来做什么 做逻辑判断 如果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值 假如是哪一个 我们不确定 所以呢 要判断说 到底它是加减乘除 除除还有百分比 到底哪一个呢 那我们就是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 总共 就是要以 第一个是EVO 如果是加的话 那底下的话 就是LEVO 有没有 如果是加 那做什么 那就用加的方式 所以加完之后呢 会返还一个结果 所以最后可能需要一个变数 也许叫ANS吧 ANS等于把那个结果返还回来 那我们把它print出来就OK了 所以 程式应该不复杂了 主要是考你那个逻辑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输入30 Enter 输入20 Enter 再输入个称号 Enter 那最后结果把600输出 没错 所以如果你看到600 那表示OK 那你可以try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我30 20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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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加号好了 这个 实情 它输入的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要再比较下面 Enter 然后把它改成加号 30加20 结果应该50 没错 OK 那也就是说呢 你第三个运算值 给不同的运算值 它会有不同的结果 OK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 按照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A 假设吧 我们用SY或AB都可以 A跟B的话呢 等于是说前面一个是 假设是乘数 一个被乘数 或者是当然你如果除的话 是除数或被除数 然后 这边的话呢 第三个的变数 我刚刚讲过 它不用转型 所以特别是前面 这两个一定要转型 EVO OK 那后面这个就不用了 特别是需要 你不要 像有同学 直接很习惯把它复制 就复制 这边 也把它加了 有没有 习惯就把它复制 贴贴贴 然后最后发现 一转型发现错误 因为它乘号不能转型 所以特别是需要 可能比较容易出错在这里 记得这个地方 一定不要转型 这个好像蛮长同学 遇到错误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多一个ANS的变数 这个的话就是最后加总的结果 帮我把它放在ANS里面 所以底下的话 if if什么呢 if OPR operator 如果等于加号的话 因为我这个地方没转型 所以过来的话一定是个字串 如果是加号的话 那帮我把A跟B加在一起 丢给answer OK 大概这样写 当然底下的话 如果你写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用复制贴的方法 好啦 其实你会发现 底下还蛮简单 就是 把这两行 复制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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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贴上 前面加一个EL 就可以了 EL 然后底下的话 你就把它改成简 加简 然后底下这边 一样把它改成简 那这样的话 加简乘除 然后再加个百分比 最后的话 多一行就是把结果给print出来 比如说print什么ANS 那这样的话 程式就写完了 你最后再把它run一下 run的时候特别注意 可能要点一下下面这个吧 点的位置 那点这边不行 要点这边 这个spider好像有时候要特别小心 然后30除以20 你不能处在这里 你要Enter Enter 再Enter 要按照它的规则 1.5 30除以20 有没有 就1.5 那当然 你可以自己习惯改写 有的时候习惯 甚至 我们可以 你们可以想想看 变化题 以后如果人家想 直接习惯这样 30除以20 假设写这样的话 那你如果也要确保说 他可以 把这个结果给run出来的话 那可能你就不能够用这样的写法 那你必须怎么样 你就必须要去判断说 中间是不是能够找到加减乘除的一个运算值 如果找到的话 再把左边跟右边分开来 有没有 然后左边跟左边是 等于是假设乘的话是乘数 后面的话被乘数 然后再把他的这个结果给运算出来 也许这个当然可以延伸题 不过考试不考这个 只是说我 假如说有这样的一个题目要求 那如果你也可以把它要求的 写出 就是我们想到的也可以写出来 那表示你这部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OK 那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试看 这个204题的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拍下来 然后 э